楊無止限殺 共就出快樂交響 用笑聲音而每一位 與歸地堂唱 昨天我爸爸媽媽帶我去海邊浮潛 看到很多熱帶魚和珊瑚 厲害, 我一直都很想去浮潛 好 姑姑喵 冬冬仔, 我最近在進行 無名喵喵星球研究中心的計劃 要收復地球的珊瑚 現在準備要去棲息地平谷 你是不是想參與? 聽起來是一個很重大的任務 大大和威廉可不可以一起去? 當然可以 更多人重視環境當然是好市來 姑姑喵要進行珊瑚修復的工作 你們想不想一起加入? 珊瑚修復, 要怎麼做? 跟我來就知道 姑姑喵, 我們來了 姑姑喵, 什麼是珊瑚修復? 你們知道珊瑚是什麼? 我知道, 珊瑚是一種生在海底的動物 珊瑚是動物嗎? 威廉說得沒錯, 珊瑚是由一群珊瑚蟲 和珊瑚蟲在軍隔所構成的 因為鹽狀很像樹枝 所以很多人以為珊瑚是植物 但其實珊瑚是動物 喵, 哈哈 一群珊瑚聚集在一起 就變成一片珊瑚礁 珊瑚礁色彩繽紛 所以被稱為海底的熱帶雨林 姑姑喵, 是這樣, 為什麼要收復珊瑚? 你們有沒有聽過珊瑚白花? 有 珊瑚白花是指原本七彩繽紛的珊瑚顏色消失 變成了白色 白花其實是珊瑚病了的現象 因為現在全球氣候異常 海水溫度上升 再加上有很多工廠 排放了未經過處理的污水 直接排入海裡 破壞了珊瑚的生長棲息地 所以導致珊瑚白花 對珊瑚的健康很危險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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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錯, 這裡的珊瑚是受損最嚴重 也是我們要修復的地方 那我們要怎麼做? 珊瑚修復的方法 是將人工培養的珊瑚移植到海底 你們看看 這些就是珊瑚的幼珠 看來好小好可愛 在移植之前 我們一定要先進行棲息地調查 看看那裡的環境是否適合珊瑚生長 之前的棲息地評估我已經搞定了 現在有一個重要的任務交給你們 是什麼? 姑姑喵 要評估環境是否適合珊瑚生長 最關鍵的就是水溫 最適合珊瑚生長的水溫是23至28度 現在要你們幫忙測量水溫 測量水溫是否用溫度計? 是呀, 你們懂不懂用溫度計? 溫度計預熱之後 裡面紅色的液體會上升 然後再對應黑度就可以知道水溫幾度 但為什麼裡面的液體會上升? 我知道了 就像煲水的時候 煲蓋會被煲滾了的水和泡泡撞開一樣 原本平靜的水溫熱之後就膨脹 溫度計預熱就會上升 那遇到冷呢? 會下降 沒錯 那是因為熱漲冷縮的原理 遇到熱就會膨脹 遇到冷就會收縮 用這些材料就可以做出簡易的溫度計了 好 首先, 把墨水倒進玻璃館裡面 有顏色的液體才能看到黑度變化 我來畫黑度 再把小玻璃館放進瓶裡 把念頭黏在瓶口裡 固定玻璃館 好, 咕咕喵 我們怎麼才知道 現在的水位是否正確的溫度 有, 和喵喵小飛船裡面的溫度 由船艙控制在二十五度 咚咚仔, 你覺得呢? 如果我們現在是二十五度 這裡的水位應該是顯示二十五度 我知道了 我們可以把水加滿到二十五度的位置 搞定了 黑度真的在下降了 GooGoo Mell, 根據溫度計的黑度顯示 現在的海水溫度是二十四度 二十四度是適合珊瑚生長的溫度 這樣我們就可以移植珊瑚了 Goo寶寶寶寶回到海了 是 好 在今集的故事裡面 我們學懂了如何製作簡易的溫度計 利用玻璃管、玻璃瓶、墨水、黏土等材料 大家去家試試,利用類似材料來製作